List Unboxed 我是杜芳 今天和大家爆雙腳就是 Jewel Ranger Action Toys Mighty Defon Daijiji 今天和大家開的也是 我很喜歡這間香港的玩具公司 Action Toys 不過今天不是開Mini Action那些 今天這盒大大盒 大家如果這幾年又去動漫節的話 經過Action Toys的攤位 其實都看到他都放了好幾年的灰舞 又看到有Gao King的大獸神 然後有Grade 5 都放了幾年 這盒比我想像中快了去收貨 因為他的公司都是比較慢一點 慢工出小貨 而且之前他都出很多Q版的超級機械人 好像叫做ES合金 比較的色色小小的 但今次這盒 我以為是差不多的尺寸 但收到貨的時候 為什麼 這麼大盒 成合DX的機械人 這麼大盒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今次大家留意 ES合金 是有合金成分的 但今次這款 新系列Mighty Defon 是沒有合金成分的 雖然看上去好像有合金 但是沒有合金 全膠燕 不過不要緊 造型漂亮 價錢便宜 其實已經OK了 這隻雖然Q版 你看到旁邊 都可以分回五隻手護獸 可以變回恐龍坦克 比例都QQ的 很帥 做了這麼多年 Q版機械人 應該沒有走雞 事不宜遲 開出來 看看成品如何 他都分好了 見到五隻手護獸 大獸神的頭 即是他做不到完全變形 如果要變大獸神 就要進行一個換Pax的動作 下層 下層就有地台手型 還有巨型號角 那把劍 首先 逐隻和大家介紹一下 紅戰士的守護獸 Dilasaurus 這個戰鬥暴龍 雖然Q版 他樣子都 挺兇死 而且他的眼睛 用了分件 有一點點金屬 反光 眼睛都很精靈 很帥 雖然Q版 他的可動範圍 都挺多關節 嘗嘗 口部 可以打開 г 後面 有隻 還可以扭開 雙手 兩旁放置 雙手 但是前後都可以 成組的這個可以這樣移動 另外這裏也可以屈度 這個大腳板也是有一個波裝 接地性能非常之好 這麼大的腳板 尾巴也是有三折可動 有點勁 不過剛剛講過 原本你玩DX那一隻 頭這樣倒下 然後裡面已經是大獸神的頭 這兩個角可以這樣拉出來 DX 但是現在這個純粹是裝飾用的 要換頭才可以變成大獸神 不過這隻 你玩完之後 要整理一下動作 如果你不整理一下 你看看它很低能 很低能的動作 整理一下 可動是相當優秀 好 接著到這個叫做 Jill Marmos 這個長毛匠 猛馬匠 銀色跟剛才那隻爆黃龍一樣 很漂亮 銀色全部是噴油 靈納納超美的 新的就是純膠色 反光的純膠色 但是頭部 它又用了一隻雅黑色 因為這個頭盔 也是大獸神的盾 所以可能著色方面 會用得更漂亮 噴過了 不過 它這些全部很漂亮 不是貼紙 全部上色 漂亮得抽筋 基本上 腳可以動 這些都沒有關節 因為腳這裏就是手 所以這個位置可動也很高 好 這個叫做 Dorigerato Trabus 好長的名字 Trabus 三角龍 可愛得不得了 好可愛 很可愛 很瘋得瘋 這個是屬於腳的部分 可動方面 就沒有 因為是坦克車 這樣 尾巴 我記得 尾巴可以當作火箭炮 大炮 可以拉上來 但是 很短 很QQ 尾巴 短得不得了 接著就是 Saber Tolu Tiger Saber Tolu Tiger 劍齒斧 這個呢 可以拉上腳 又是好萌 大貓 這隻 我想它做得最好 是眼睛 眼睛很有神 雖然是Q版 但眼睛很有神 眼睛做得很好 分件 又是身上很多圖案 不知道什麼圖案 但做得很漂亮 全部是上色的 尾巴 亦都是 有一支炮仔 可以拿到上來 跟剛才那隻三角龍一樣 銀色的地方 全部是上色的 但其他黃色 和剛才藍色的地方 就是那個 唇膠色 嘩 嘩 Boteladong Boteladong 這個 翼龍 我小時候的女神 千葉莉子的守護獸 這個就是大獸神的胸口 基本上 頭動得 對翼可以拍得 沒有其他可以玩的東西 純粹是一個 深厚的工具 這個 翼龍 也是有一個 技術 可以夾回大炮 它的大炮 很精妙地 用回這兩個位置 一個筍位 和一個三角形的位置 就這樣夾回 因為以前 DX那隻 真的 兩個鉗 這樣夾下去 嘩 由於Q版的關係 兩顆大炮 是真的很大顆的 很大的槍 好了 五隻守護獸 都被我解封了出來 接下來 這個玩具 最重要是 合體變大獸神 我們先進行一個 合體的過程 好 首先我們玩了這隻劍齒虎 首先 把那些貓貓手 全部收回 變成一個 戰車的形態 之後 鵬就把兩隻大炮 拿出來 之後 收回兩對翼 OK 接一遍 這樣 長霧障 多些東西玩 首先 去到頭 它那些筍位 又挺正 又不是太難拔 你知道那些膠 始終都怕拔得多會斷 很輕鬆 那些位置剛剛好 不算太實 接著腳板 這裡蓋回來 看到有一個筍位 正在把東西放進去 之後 將它兩邊 分裂黃河 好 最後腳板 這裡是有一個筍 把它拔出來 OK 不過這東西是有點危險 好 備用完畢 好了 之後呢 就到隻霸王龍 首先 我們先看看這個筍位 對回到這個位置 對 腳板 就調一調轉 這裡 你看到 剛剛好 這個位置 很精妙的 就可以塞到 剛剛好 好 這邊也是做相同的動作 好 腳就搞定了 之後到背部 就是大象腳 背部 看到有了 筍位 圓形 長方形筍 全部齊 然後 蓋下去 最後 這裡也有一個洞 就卡住 兩隻手 好 大象的盾 就會刺到胸口 這裡也要 拉下來 這裡有點難搞 幸好有指甲 拉上來 這裡有個洞 好 之後這個盾 也要撥過來 這裡也有個筍 這樣就可以 刺到下去 幸好有留手指甲 黃色的位置有點難搞 最後那個大炮 就刺到這裡就可以了 尾巴就撥上來 還有剛才那個筍 就用來刺到翼龍那裡 OK 恐龍坦克 這就是 好厲害 以前的DX玩具 都盡量想多些東西 讓小朋友玩一下 不只是變成機械人 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 中途過場的形態 不過這隻 它有些位置 筍就不太有力 變成頭 大炮 很多位置都經常 脫脫 玩完這個恐龍戰車之後 是時候真的要變成大手臣 好 這個要先拜拜 尾巴 有變於DX DX是整隻鳥變的 這個 我們只要它的胸口 這隻鳥 拜拜 這個很棒 這個是尾版POWRANGER 經常見的畫面 膠膠POWRANGER 好 好 站起來 眉調我的頭 兩隻小牙齒都要向上 好 之後 我們先換拳頭 將大象腳 屈上來 之後 拍上來 這邊 也是 做同樣的動作 手也沒有辦法做到完全變形 拳頭 也是要後加上去 之後拳頭 這麼肉酸 我們就調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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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就先安裝一個漂亮的胸口 用回剛才的恐龍坦克 裝盾牌的位置 是不是這樣就OK 這樣也挺帥 布龍頭 我們先換頭 這個就拔走了 這個頭 是整個玩具 我覺得比較 欺人憎的地方 就是這個筍不是很穩 經常脫掉 最後記得 裝兩支大炮給他 好緊要 在日本經常見那些二手DX的大獸神玩具 那些年輕人經常弄不見這兩支大炮 好 大獸神 大獸神 給大家看一看 前面 側面 後面 嘩 是挺漂亮的 我自己本身 對於Q版的東西 是一般 但是這隻OK 真的挺帥的 可能它的顏色 上色那些很漂亮 比例我覺得挺好 頭真是很大很大 真真正正的 Q版 你知道現在GUNDAM的Q版 其實都不算很Q版 那些SD Gundam 都不算很SD 現在這個就真是很SD 頭大身小 這個正 先拆了頭 肩膀這裏 有一節可以這樣抽出來 所以你拔出來之後 肩膀的可動是非常之好 手也可以做到水平的升起 這裏可以扭得 這裏也可以摺上來 這隻腰部 因為它的胸口夾 它有個尾 所以你扭得太厲害 它一困到裙板邊 就會分離 所以就頂住 嘩 腳那裏超厲害 前面這裏 它可以 起到這麼高 刺線 因為它這個 是成就可以動的 可以起到這麼高 另外旁邊這個裙板 也可以揭起 可以側踢 也可以起到少少腳 不過它還有一個 挺有趣的位置 就是它這個翼 是可以這樣反起的 所以你反起了之後 你的腰部就可以摺到這樣 黏筋的 但是扭腰方面 因為剛剛 我不會以為這塊 會頂住 原來不是 它後面 這條恐龍尾 可以扭到 所以扭腰就有些極限 不過這個 你反起了之後 真心肯定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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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問題 還有 它如果把這個 腳板拆出來的話 嘩 這樣就厲害了 這個膝頭 就會活動大解放 可以扭到上來這麼多 舉腳也沒有問題 舉腳贊成 真的很厲害 沒有了這兩個腳掌 大解放 簡直就是 之後就說一下武器 這個專用武器 葛多賀 神之國 一把電盜 很大把 很帥 但是這把東西 有點重量 這把東西 能否承受到 那個關節 都OK 都可以輕鬆拿到 那個手也沒有 倒下 另外 就拿著盾子 嘩 嘩 嘩 Fullgear 帥氣到 瘋了 這隻 因為它 那個 上重下輕的情況很嚴重 就是Q版 頭那麼大 肩膀那麼大 然後腳那麼幼 所以 也有一個專用的地台 給大家 嘩 又要刺鞋 好痛 有個地台放在這裏 就穩陣很多 其次呢 還有一個 接連板 可以放在這裏 之後 因為它再出其他戰隊的作品 你就可以用這塊接連板 跟之後的地台 黏在一起 那個做法就是這樣 之後下一個作品 你就可以把地台 接住下去 火燒連環船 這樣 好了 這隻東西 就是Mighty Deform 的第一隻作品 應該之後 都會出戰隊 因為它以前出開懷舊機械人 戰隊 真的比較少見一點 之後下一隻已經是 國光戰隊那隻 GRAID V 也是有這個Gao Keen 我都希望這個 批裂會繼續出下去 都不錯 不過剛剛講過 始終它Q版 比例方面 令到這隻東西 上重下輕 問題都頗嚴重 有些難期 有些少少 也要遷就一下 平衡 就回它的支撐點 有些難玩 之前 都會跌跌跌 還有我自己 覺得那個胸口比較容易跌 胸口經常跌 而且頭部 都是比較鬆 但是其他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你看 把劍這麼重 它的關節都可以承受到 沒有了合金之後 就五百多元 五百多元 有這樣的質素 還有這樣的尺寸 都沒有東西可以很投訴 希望可以繼續出下去 好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喜歡這套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我看 還有訂閱YouTube Channel 和Instagram 下集再見 拜拜